曾經受傷又中風 八十歲的阿嬌阿嬤洗澡時格外吃力 志工看得膽戰心驚 七十五歲的黃阿公 雙眼失明 生活起居 仰賴黎癌的另一半照顧 然後我們就是安撞 他們也非常非常感心 雲林地區不少年輕人外出打拼 偏鄉老人家居多 安美專案加強居家安全 用音樂傳遞快樂 罹患罕見疾病 導致視障的陳恒生 走入校園 也到監獄等地分享 2019年底 免疫系統就急復發 心力交瘋 法親關懷走出陰霾 我在一年當中 可以安心得好好休息 也安打好我們家的人 每一個煩惱的心 她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好好把勞 金星出世 這個主桌 仁甘菩薩德 美妙樂曲能感動人心 雲林地區響起樂章 短短的一句話 可以解開心中的 的迷霧 禁思與音樂饗宴 讓善共振 騙全球 大愛新聞 黃子靈 楊俊廷 嘉義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